迷彩湖讲堂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慧的发展 无人武器逐渐火热起来 在天空与陆地 有了无人机与无人驾驶汽车的身影 尤其是无人机领域发展迅速 美国在这一领域领跑全球 中国在这几年发展也很迅猛 逐渐有赶超美国之势 然而相比于无人机的热门 水面上的无人舰艇就有些不为人知了 近日中国一款新型舰艇经验亮相 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在了无人艇上 本周在南非举行的非洲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上 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公司展出了一款排水量 只有20吨的无人舰艇 却吸引了会上许多军事专家 有人赞叹 这就是水面军舰的未来 这款小艇是何方神圣呢 这款无人舰艇名为JARI型无人水面舰艇 其排水量只有20吨 相比于动辄千吨外吨的军舰来说 显得十分的不起眼 然而你要是因此而小看它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款无人舰艇排水量虽小 功能却堪称世界无人舰艇中最为齐全的 其竟艇手部安装了一门30mm机关炮 同时搭配了反坦克飞弹 同时这款无人舰艇上还丧心病狂的配备了2号40装小型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小型防空飞弹 成功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世界最小的无人舰 世界上能够装备反坦克飞弹以及锤发系统的无人舰 最令人惊艳的 要竖着门小艇上安装的雷达了 其安装了有源向控阵雷达的四面天线阵列 还配备有鱼雷发射管 小艇虽小 但是防空 对舰 对海等功能一应俱全 要知道如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驱逐舰 主要功能也就这些 而这艘无人舰艇都可以做到 让人赞叹 其实世界上关于无人舰艇的研制早已经展开 美国的海上猎手无人艇就是其中代表 不过这型舰艇主要用来返钱 中国在无人舰艇的研制上不落后 与美国 本月我国的M75守护者号安防无人艇已经得到了我国警方的采购 并且参与到抓捕走私贩的演习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而此次JARI型无人舰艇 在功能上较之以往的无人舰艇功能更为齐全 火力也更加凶猛 当然 吨位还是这种无人舰艇最大的弱点 如此小的听声 却有如此之多的设备 续航能力堪忧 要知道有原相控阵雷达是十分耗电的 即使055这种万吨巨舰 它的雷达也不能保证长时间开启 不过这种无人舰艇的出现还是开了一个好头 如果这种无人舰艇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 可以畅想 无人舰加无人机的战斗编队 其战力绝对不容小事 在没 Atlanta 给我们一方面 大雨 地的 地的 地道